要说三国演义里的第一美女 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貂蝉 其实真实的历史上 根本就没有貂蝉这个人 是罗冠冬季三国众多女子的故事 于一身杜撰出来的小说人物 但是在三国时期 还真有这么一位可以貂蝉媲美的美人 她就是魏文帝曹丕的妻子 真夫真夫人 真夫的美貌 在当时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坊间就流传这么一句话 江南有二桥 河北真夫俏 三国里曹操是个不折不扣的人 击哄 民间传言说 他破元上就是为了得到真夫 谁承想 被自己的儿子抢先一步 攻下夜城之后 曹丕带兵进入园府 看到有个少妇披头散发 躲在刘夫人身后哭泣 曹丕问她是谁 刘夫人回答 是园西的妻子 曹丕把她搀扶起来 一看 发现她竟然是个角色的大美女 于是便那位己有 后来曹操也是拉不下脸和儿子争 叹息的说 我打败袁寿 全便宜这小子了 不仅是民间传言 就是位列这种史书中 也从侧面反映出真夫的美貌 书中记载说 有一夜曹丕举行酒宴 她估计也是喝大了 不知怎么的 就让真夫出来拜客 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文师刘真 被真夫美貌给惊住了 盯着真夫看到入迷 全然忘记要低头回避 后来此时被曹操知道 差点杀掉刘真 被迷住的又何止刘真一人 很多人都怀疑 曹丕也被真夫的容貌所吸引 暗恋真夫多年 还写出了千古家座 洛神父 其实这篇死父的原名叫做赶真夫 后来曹丕的儿子曹瑞当上皇帝 觉得这个真字和母亲的真字一样 为了避讳 所以改为洛神父 传说洛神是福西的女儿 名叫福飞 逆死在洛水化为神仙 所以被称为洛神 这也就是后人 为什么把真夫人称为真夫的原因 曹丕把自己对洛神的爱慕之情 写到文章里 很容易让人怀疑 他是把真夫比喻为洛神 究竟他是不是暗恋真夫呢 我个人认为曹丕不太可能爱上嫂子 真夫出生于公元183年 曹丕出生于公元192年 两个人相差了将近十岁 而且真夫嫁给曹丕的时候 曹丕才12岁 一个12岁的男孩子 不太可能会对自己的嫂子产生感情 除非他早恋 究竟洛神父是不是寒沙是影的 再说真夫 估计只有曹丕本人知道吧 婚后的真夫一直恪守护道 对上孝敬公妇 对下疼爱孩子 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最后竟然被无情的刺死 原因是曹丕有了新欢郭氏 就不再宠爱真夫 而且郭氏还经常从中挑拨 对于这种情况 真夫难免说几句抱怨的话 可是曹丕竟然狠心的杀掉了他 还命人将尸首以发覆面 以康塞口 就是为了让他在黄泉路上 无脸见人 有口难言 不得不让人感慨 自古帝王多波情 可怜红颜总不命 曹丕竟然狠心的杀掉了